37.香港經濟日報 反彈浪延續三方向出擊 2015年7月18日投資理財 B01投資專插內地7月股指期貨昨日結算 中港股升幅不續 展望下週 中港股有望進一步反彈 可入市博反彈浪 A股期結大市未見真當內地股市昨日回升 上證指數最高見3994點 收市升3.5%或134點 報3957點 再度逼近4000點大關 深城市及創業板分別升5.2%及5.9% 大型股中 內銀股及石油股未跌 其餘大部分板塊均見上升 互心兩市共有近500隻股份漲停 港股需升成交不足千億港股方面 受惠內地股市做好 加上港元持續強勢 次上升252點或1% 收報25415點 走勢上出現奇形突破 國指升0.8% 收報11850點 為成交緊951億元 連續兩日低於1,000億元 內地股市期貨昨日結算 7月股市期貨走勢和現貨相約 主展長已轉至8月 8月三大股市期貨中 互心300指數期貨升6.8% 收4090點 低水幅度由週四的138點收窄至61點 上證50期貨升2.4% 收2742點 低水幅度由週四的50點 略為擴大至65點 中證500指數期貨升10% 收7,857點 低水幅度由週四的352點收窄至137點 反映淡有的公勢進一步收斂 令市場關注在新加坡交易的 A50指數期貨 7月 現貨月 期貨將於7月30日結算 截至7月16日 A50指數期貨7月未平倉合約 仍有54.2萬張 按作晚九時A50期貨布價12142點計 未平倉合約市席營達65.9億美元 展望而言 短期中港股市有望進一步反彈 主要理由線內地獲盤及加強監管的力度未減 令港序 例如晚進一步轉強至7.7505 亦有助港股反彈 反彈目標方面 國指及常證指數反彈目標仍為12800區及4275點 即跌狼反彈50% 至於此 由於已頗接近反彈50%的目標25700區 現將目標調高26326400區 策略上,仍以博反彈為主 1.買入和大市相關度高的股份 包括A股 及中資金融股與證券股 2.提財股 例如核電、基建、醫療醫藥、軍工 互聯網加等部分股份類跌幅度形大 加上此類板塊內地熱炒 料可進一步收復之前跌幅 3.職休股或營起股 如航空股、惠達03331等 有業績支持的股份 或較大市強勢 部分有望率先破頂 中谷陰顛 贏大市 令中谷隔壤 內地股災後 駡貨壓力營大 故大市反彈路營崎嶽 當反彈浪完成 市場回歸平靜 基本因素將市選股最重要是條件 該請宅航空股 2.2.2 2.2